台股淡定小涨,战争受惠股不宜追高 北韩飞弹危机一触即发,中国勤留感疫情也有蔓延态势 不过台股昨日表现淡定,连叠两天后昨天展开反弹 中场小涨24点,以7752点作收 成交量缩至655亿,指数首稳7700点及半年限7639点 国安基金昨天召开委员会 会中以台股尚无失序之余,并未决定进场护盘 万宝投顾总经理蔡明璋说 目前市场追逐的两韩开战受惠股 应以穿凿付惠来解读,涨多不宜再追高 反而是第一季业绩去成长性 及转机题材的个股值得留意 如面板的友达、群创、彩晶 第一润模组的威刚、创建、静勇 还有金融股的富邦晶、新光晶、台新晶、国泰晶 里昂证券台股研究部主管苏廷翰认为 日元走贬,牵动新台币贬值 建议逢低加码中盖、电子 华南永昌投顾董事长楚祥申说 台股现在最大问题不是两韩紧张 而是景气复苏缓慢 那细节战整个大盘应该还是以中小型的个股 投机的行情为主流 所以投资要特别注意 操作上贴上比较保守一点点 还是涨幅比较大 没有本意里支撑的个股 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上 千万不要去追那些体财的个股 动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